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十年来经济几乎没有增长 如今切入衰退 人口继续萎缩 去年的出生率降至最低点 国家政治看起来一潭死水 因为一个政党 无论多么丑闻缠身 不得人心 都能牢牢掌握政权 但是不用担心 这里是日本 所有的坏消息都是相对的 看看周围 在日本 虽然有种种这样的趋势 却几乎看不到 社会不和谐的迹象 比如堆积的垃圾 坑洼不平的地面 或随处拉起的警戒线 这个国家仍然保持着 惊人的稳定和凝聚力 几乎没有末日来临的感觉 这种平静反映了人们觉得 无需彻底改变的心态 烧干纳 没办法 是国民口头禅 不难理解 人们为什么如此淡定 失业率很低 火车准点运行 每年春天樱花盛开 游客们涌入神社和购物区 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即使在通货膨胀之后 一碗拉面的价格 也不到7美元 一份包含几道菜的 午餐套餐的价格 约为12美元 即使在东京 住房也是普遍负担得起的 而且所有人都有 国民健康保险 犯罪率很低 2022年 全日本只发生了 三起枪杀案 如果你把手机 忘在餐馆里了 很可能回来的时候 它还放在那里 我对自己的生活条件 很满意 26岁的古典音乐 打击乐手 石本千红 殷说 上周 他和姊妹 从东京西部调步的 一家电影院出来 他说 日本人已经放弃了 只要生活充实美好 他们就会感觉 相当幸福 我觉得 日本处于和平状态 他还说 所以 年轻一代不觉得 需要改变这个国家 外面的世界 饱受战争 和社会挑战的困扰 更加深了这种 令人沉醉的平静感 我常去美国和欧洲出差 感觉和其他国家相比 日本的社会和制度 非常稳定 其他国家都有移民 高犯罪率 和骚乱等各种问题 65岁的三合九智 殷说 他在一家化学品制造商工作 此时正在同样位于 东京西部的试田谷 买卫生纸 然而 在平静的表面下 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 依然存在 根据一份联合国资助的年度报告 由于紧张的工作文化和社会压力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幸福的国家之一 自杀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主要问题 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 这方面的改变是缓慢的 担心家庭的贫困率 在富裕国家位居前列 农村地区正在迅速空袭化 人口老龄化将日益加重养老金和护理负担 明年日本将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达到或超过75岁 在这个始终难以接受和融合移民的国家 这一现象将日益暴露出它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目前在日本最受推崇的一些机构中 已经出现了服务缺口 收到一封信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庆英艺术大学政策管理教授白景小百合音说 他指的是日本的邮政服务 过去该服务在信件寄出后一天内就能可靠地送达 他说当他遇到有些电视或其他公用事业服务方面的问题时 有时你想通过电话询问 但现在已经没有与电话相关的服务了 确实能看出来他们没有人手 白景说服务质量不再那么好了 然而像这样的不变更多是一些烦心事 而非社会濒临崩溃的征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迅速达到富裕水平 其衰落势渐进的在某些方面几乎难以察觉 上个月日本的经济排名下滑至德国之后 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它的经济起起伏伏 但基本上经受住了世界最高国债率的考验 东京人口每年以0.5%的速度下降 但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人们要排一个小时的队 才能买到一个网红甜甜圈 在顶级餐厅预定座位 必须提前几个星期 首相可能来来去去 但他们只是维持现状的使者 是可以随意替换的 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钟林美惠子说 我想每个人都多少知道 是什么正在向我们逼近 但他来得太慢了 很难以某种方式去倡导一场巨大的变革 即使是认为 日本需要改革的人 也更多抱着顺其自然而非激进的态度 我本以为日本人更聪明一点 但我们的经济曾经被称为一流 现在是二流或三流 我们的政府可能连四流或五流都不算 76岁的退休酒店工作人员 别不复之 因上周在横滨车站附近散步时说 他说 他为他的子孙后代 以及他们的未来感到遗憾 归根结底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说 所以 我认为政府的水平反映了公民的水平 在战后时期 日本政府几乎一直由自民党领导 现在该党的支持率非常低 根据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 已经达到1947年以来的最低谷 但是 即使对自民党感到失望 人们终归也不会太在意 只要能活下去 而且日常生活不那么糟糕就行 东京替川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不憋横雄说 正因如此 自民党的政治非常稳定 目前的支持率反映了公众对一桩金融丑闻的愤怒 虽然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由于情节过于复杂难明 大多数民众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去年秋末开始出现指控 称自民党内部的几个派系 没有将政治筹款活动的门票销售收入 全部入账 在某些情况下 国会议员似乎从部分收入中收取了回扣 检察官起诉了三名议员 指控他们违反了政治资金归正法 然而 与其他国家的政界人士 被指控肆无忌惮的腐败不同 日本媒体挖出的竞选礼物和晚宴证据 相对不起眼 一些新闻报道称 一名议员可能用政治资金购买书籍 其中包括数千册他自己撰写的书 在政治反对派一片混乱的情况下 自民党似乎可以再一次挺过他的众多自白乌龙 选民的参与度不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不知道我们的市长是谁 也不怎么看新闻 打击乐手诗本说 我只是在网上看一些新闻 比如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宝宝出生了 我要打击乐手诗本是你 帮你边负购买书下